廖 我能抱你一下吗 老弟 你没开玩笑 不行 肯定不行 不方便 你买凳子啊 对 我买凳子 多少钱一张 18 送他五张 不 送了五张一百块啊 你这样 我叫卧龙 我也是做生意的 你给他送五张凳子来 我 你买 你买 我肯定不是故意 老板 我不认识他 这样 马上天黑 下雨了 一个小时 给你卖掉一百张凳子 你送他五张凳子 好了 你走 你别在这里考虑啊 你 能不能去你家吃饭 你让我考虑一下 你别考虑了 老板 我帮你卖 卖不掉 18一张是吧 100张 我给你付一千 你这个凳子成本多少钱 六块 那质量怎么样 不好不要钱 不好不要钱 很简单 给你设计一个国庆活动 让顾客过来免费砸 砸换一个给一百 万一万的怎么办 你这个不是砸不坏吗 敢不敢 万一万的怎么办 你不是说砸不坏吗 砸不坏才买两个 是不是比你这样卖 卖得快 卖得多 卖得强 人为的更多 更强 凳子不要钱 还送钱 凳子不要钱还送钱 我们这凳子啊 18块钱一张 有点小贵哦 有点小贵哦 所以说针对于现在是国庆 推出了一个打凳子的活动 你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这个凳子你能够把它砸坏 给你奖励一百 砸坏两个奖励两百 砸坏三个奖励三百 如果说砸不坏 你就买两个 你本来就要买凳子吗 你去人家里买也是这么多钱 你在我这里买 如果质量出了问题 我还给你发红包 确定吗 开始了吗 你要砸多大力气啊 吃奶的力气都砸 吃奶的力气啊 好 好 哎哎哎 可以了可以了 我就问你坏了没有 这个凳子 站上去 可以我叫体重站上去 站上去 你的脚筋 跳起来 来 有没有问题 尽量可以 尽量可以啊 挑两张 来 扫这里也得了 是不是一下子 一个人戴两张凳子就走掉了 用力咋 用力咋 你这力气 哈哈 不要往前 摘两下了 够了没有 怎么样 质量可不可以 可以 那这个凳子呢 就给你拿两张 你要六张 大购物啊 六张啊 扫他一个得一百 两个得两百 哎呦 怎么样 来站上去 确实还可以啊 可以拿两个 这辆好的 我跟你讲 我们是十几块钱拿的 这个凳子 还可以还可以 质量硬硬的 硬邦邦的 硬邦邦的 哈哈哈 有零钱可以 这两张是你的啊 你多少斤啊 百斤 你试一下 比我结实 比你结实呢 你看你看 两张三十六 一下得了 没有没有 你这个杂不够力 我给你看看 哎哎哎哎哎 真烂 哎呦烂了 哦 没烂 哈哈哈哈 拿拿两个 一个颜色给你啊 不想玩游戏 直接买也可以 你再拿两个是吗 只帮他也一个 然后你再拿两个的话 再加三十六块 吃饭了没有 我啊 还没有 没吃饭 没吃饭 你有力气砸坏它吗 有 有啊 牛力都有 牛力都有 哈哈哈 哎呦 坏了没有 没有 还有难 十八一张 两张 三十六 这完质量再买 库克更放心 放心没有 放心 三十六 这两个是吗 可以啊 多少钱 你砸不坏了 没多少凳子的呢 这里啊 这个就叫做 砸出动静 砸出销量 砸出客流和业绩 一下砸坏很难的 但是是不是让顾客放心啊 还买的安心吗 做生意要动脑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 不能跟他一样不动脑 那卧龙 我还有三百六十五 招更厉害的销售方案 想学吗 想学 前面讲的算不算数 大数 去你家 做饭吃 走 去我家 去我家 不去你家